近日已玩真體之姿回歸樂壇的Winner 除了音樂作品依舊是高水準 私下的他們也總會因為各種原因爆發討論度等上論壇熱帖 像是明明只有四個成員就已經有三位當過隊長 還有李生勳開專輯抽到江森潤小卡 自己PO文表示要和粉絲換卡 以及已經在粉絲圈傳遍的李生勳和NCTMark結婚可能性 總是因為各種超奇特的原因引發討論 幾年前還有網友誤會宋明號有女友 在網路上PO出所謂的女友照 結果其實是宋明號和金晴雨的合照 因為金晴雨長得太精緻才被誤會 而金晴雨的外貌最近有引發話題 有網友替她打包不平明明是個天然美男 卻因為過度完美到像是雕刻出來的五官和臉型 被誤會成有整過型 連在網路上輸入她的名字後後面的關鍵字也會出現整形 還曾在節目中被人開玩笑要小心鼻子裡的矽膠 金晴雨則直接回應我的鼻子是真的 只能說長得太精緻也有困擾啊